红海买最多的应该是我们陈老师 你到底买过多少红海 这样就讲到以前的辛酸史 辛酸啊 不是以前都赚钱死了 有赚钱 后来又黄粮一梦 又变成那个 又亏掉了 因为我2000年到2008年 这8年的期间 我只买红海的股票 只买红海哦 只买红海 所以最近都投入红海 那时候全世界做苹果手机 只有红海一家 组装只有那一家嘛 现在很多家 那那时候一家 那苹果手机又卖那么贵 又卖那么好 那当然是要投资红海了 那8年也赚很开心啊 赚了快2000多万 从200多块到2000万这样子 他每年 而且他每年都配股 我比较喜欢他配股 不喜欢他配息 因为配股来讲 我越赚越多嘛 对不对 我被套呢 我也不停损 因为我就认为说 全世界组装就只有他嘛 对不对 当红海过100块的时候 台积电还在30 40块 那种低价滚来滚去 你看那红海已经过了100块 所以在那8年期间 我一直买红海 然后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 然后赚到2008年的时候 我在250几块的时候 把所有的红海都出光了 红海来到300块 200多块出光很厉害啦 红海来到300块啊 后面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2008年的时候 这个金融海啸 雷曼事件的时候 红海从300块 跌到150块的时候 我想到说已经打对折了嘛 我们一去买百货公司打对折 一定是很多人去买的 对不对 你说这种东西就是 你要有钱 你要好就靠这一次 这一次给他压下去的话 我就住新一区 对不对 那个人家在跨年的时候 我只要把我们家的落地汤打开 我就可以看到101烟火 直接跨咖就好了 对 把那个落地汤打开 我就可以看到101烟火了对不对 你看就是人生就有这种梦想嘛 2000万全部压下去 哦全压哦 对啊 因为150 压高级红海这样 对 就是 但我以前你看红海 以前郭董讲话都算话 每年20%的成长 果然就是20%的成长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很相信他 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后来就是跌到50几块 52.6 那一波跌到50几块 对啊52.6 那你是150几块吗 150左右 就是对这种 后来那时候 实在是人 你一路报到50几块 对 实在受不了 因为以前就是 红海就是我的观念里面 就是不用停损嘛 随便买 随便买 不要停损 随便买 不用卖 对 结果到那个时候 真的到最后真的受不了了 真的没办法 又把它全部砍光了 又回到我原来的 实在乎的那个 我听到觉得好辛酸 反正赚了2000多万 对啊 又全部没有 但是如果说那一次 所以你对郭董开始有爱生恨 我没有啊 我还是很欣赏他 因为他那时候就承诺说 红海每年一定有20%的成长 他每年真的有20%的成长 那这种会成长的公司来讲的话 配股票我是最爱的 你看他们每次 股息都配那个四块啊 几块的那个啊 那个股票都配的比较多 对 股利都配的比较少 那个长起来就很厉害 对 所以郭董说不到200块 他不退休 你还相信吗 我相信啊 你还是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 所以你现在手上还有红海 我现在没有红海 奇怪 你相信不到200块 为什么现在没有红海呢 还有120块的空间啊 你怎么嘴巴跟行动不一样 听起来怪怪的 因为后来大概我是每年都会去挑一些什么股票 就是像2018年 像去年我会挑什么被动元件这种股票 半导体 国具这种半导体的股票嘛 那今年就流行5G概念股 我现在学会从每年都换一个主流来看 所以我今年就是5G就比较多嘛 自办啊 文贸那些就比较多一点 OK 不要那么专情就对了